弹仔派对竟然也有拼装橡皮 好家伙 这第一弹就全系列13块人偶 大隐藏仓鼠迷仔 小隐藏淘气丸子几块妹 还好买过来两盒 今天大小隐藏我钱都要 对了 之前拆过的潮流包也更新第二弹了 上次运气不错 抽到了三招幽啊 一张C啊 马卡小梅梅 第二弹好运继续 卡厕这两页的位置就等着你来填满了 这边的弹仔双眼冒击星 太搞笑了 不会是暗示我今天会一发入魂吧 两发入魂呢 好吧 SSR倒计卡雨林叶子眼镜 第三包 没有 第四包 第二卡 小火箭蒸蒸 彩金的浮雕不密 但一只十 一盒中最好的卡 放好继续保佑我抽好卡 不是吧 什么情况 一张CR就又忘了所有的运气了 还好还好 长解黑金卡 风房的零件 又是一张狩猎训练 全都是我没见过的地图 滚筒回旋 这一关感觉应该很难 滚筒一直转动 我的平坑卡最差了 肯定过不去 剩下的全都拿出来 一起摘掉 幼儿卡还一张为出呢 整理一下 让我瞧瞧 秀亮 说什么来什么 幼儿的太空船长贝贝 潮流值800 SSR倒计卡 草片画篮 黑金场景卡 危险星图 小心脚下 这第一弹的卡片 我还特地去玩过这张地图呢 太空电梯 玩法和地铁跑酷特别的像 SSR机械式为敌 菜已经没了 好像占领品也不是特别丰富 只拆到了一张CR和一张UR 不完了 先装起卡侧里 其他的SSR和场景卡也整理一下 卡片不行 拆盲盒子可没怕过谁 我要放大招了 两盒一起拆 全都猎身摆好 仪式感还是要有的嘛 不然 怎么能一发如魂呢 基础套装 一听名字就是最普通的 普通款 卡帅的等级卷还是XP 零件全都是单独包装的 一个萝卜一个坑 好嘛 一个五个零件 厂家还贴心的给配了套说明书 点赞 太可爱了 穿着白色的长头袜 胳膊比腿还要粗 还只有一根手指头 身后有一个红色的蝴蝶结 原来你是个女神啊 云霄套装 像飞行服一样 尤其是这萌萌的表情 不对啊 人物表情像我卡对不上 啊 原来这眼镜的大脸是可以替换的 先放一遍 这就去给你找个更可爱的表情 童真套装 这是幼儿园的校服吧 看着好呆猛 和文校服裙套装 你上的是魔法学校吧 还戴着魔术帽 扎着蝴蝶结 看着好绅士啊 熊熊快速套装 终于找到了一个搞笑的表情了 赶紧给小朋友换上 这是看到好吃的了 满眼帽金光 熊熊套装也很可爱 帽子上还有两个小耳朵 原野套装 又是一个带这样帽的小朋友 去吧 跟小伙伴们手拉手爬小队 继续看看剩下的小朋友还有谁 格维校服套装 丑子的呀 长得一如一样 不会是你双帽太妹妹吧 好嘛 这个也能组团的呀 又是基础套装 不对 表情不一样 身后一个蝴蝶结 一个滑板车 这也是你双帽太弟弟吧 英伦小熊套装 打扮得很湿毛嘛 也是进行演 虽然没有重复 但我还是想要隐藏馆 只剩三盒了 也该出来亮相了吧 罗仔套装 再来 红针套装 最后一盒 就看你的 完了 攀车了 我现在的心情 和这表情一模一样 还好重复的不是很多 整整齐齐的发号队 看着就更可爱了 来 给你们在洞洞玩具墙上 单独找个位置 周围有高达大佬 和奥特战士保护 蛋仔们不要怕 横冲直撞的向前冲 杀手重围 挑战每一个关卡